疫情趋缓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在9月重启实体征裁 而10月16号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办理大型联合征裁 秋高气爽就业没烦恼2021联合征裁活动 35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就业机会 欢迎求职民众踊跃到场把握机会 秋高气爽就业没烦恼2021联合征裁活动 16日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举办 月有超过30家在地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 包含远雄月来、摩斯汉堡、芙蓉饭店、珍鲜寿司、烟波大饭店、首都客运等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花莲就业中心表示 现场正裁职缺请薪超过3万以上既有38个 薪资超过3万5以上有10个职缺 花莲就业中心将于10月16号早上9点 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办理联合制裁活动 现场总共有30家厂商 约有300个以上的职缺 其中有半数的职缺 有搭配我们就业奖励计划的安稳雇佣2.0 如果求职民众能够顺利就业的话 还有就业奖励金可以拿 所以鼓励民众在这个疫情期间 能够多多来看我们的一些职缺 然后参加这个计划 运用这个计划 此次联合真才活动现场职缺 有150个以上搭配安稳雇佣计划2.0 顺利就业还有就业奖励金可以拿 现场并提供跨于就业津贴 缺工就业奖励计划 创业咨询等服务 鼓励有需求的求职民众 可把握机会前往多加询问利用 或查询花莲就业中心 038-323-262 接着讲帮演花莲师报道